有一名罹患自闭症的大学生 因为不喜欢体育课上国标舞 会有肢体上的碰触 缺了不少课 结果体育成绩被打零分 他因为想不开在家中寻短 而伤心的父母痛失了毒子 痛批学校杀了学生 但校方却说是家长没有充分告知学生的习惯 才会导致憾事发生 黄妈妈难过痛哭 整个人贪远 得由旁人搀扶 原来他们就读在苗栗这所大学的儿子 罹患有亚斯伯格症 也就是俗称的自闭症 但校方透过电脑客户系统 却将他分配到得上国标舞的体育课 黄同学疑似因为不喜欢和舞伴 有肢体接触不敢上学 体育课成绩被打零分 导致他想不开而轻生 家属对校方事后撇清责任相当不满 因为校方说学生和家长没有事先反应 但家长却表示在五月间就已经告知校方 如果他有当初家长有反应说 有这种特殊的情形 那我们学校就会有一种 辅导的这种体育课程 马上可以转接 也没有反应 辅导老师竟然说 他们工作很忙 在出事的前一天 我还亲自打电话给副校长 我告诉他孩子非常紧急 非常紧急 希望他能够赶快协助 他们告诉我说 开会还要等此几天 所以是学校杀了学生 黄同学家境富裕 从小就在国外求学 本身也是树里自由生 成绩相当优异 丧失独子 对黄爸爸和黄妈妈来说 真是追心之痛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